歡迎收看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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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姐姐 這兩尾 這兩尾還沒幹什麼 我忘記了 她比較話家常的樣子 對...又聊起來了 妳知道嗎 因為我們前世今生的妙真助詞 歡迎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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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一個很FASHION的女孩 妳會相信算命的嗎 算命的 其實以前是多半是為了好奇 其實人家說為什麼要算命 你人生會徬徨的時候 你當然要選擇 你搖擺不定的時候 你會徬徨嗎 徬徨我不會 可是我會好奇 譬如說我陪馬國畢一起去 對不對 他算算算得跟真的一樣 我想說老師閒著閒著 後面也沒人對不對 就先算一下 準不準這樣 對 其實我是本身我是不太相信 你真的我是算鐵齒的 你真的要讓我碰到我才會相信 但是公參考OK 所以我就跟著去這樣算 朋友是因為感情不順 或者是事業不順才算 那我那時候其實 我那時候有一陣子 我事業不是很順 我也跟著就這樣去說 順便問一下說 怎麼我今年這麼閒 老師沒事這樣子 沒事就吃喝玩樂 老師會跟妳講說 妳這邊不用擔心 妳怎麼樣... 那就好了... 妳不能聽老師的話 一聽到妳可能就好了 因為天上不可能掉錢下來 妳總是要出去就是一個機會 其實我是公參考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 就是因為相信算命說 妳不要擔心 妳以後娶到一個很好的老婆 吃喝不盡 介紹最多30年 男人是不一樣 她的性格不一樣 對... 妳就聽了 完了 可能就是不一樣的 那我是看了很多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 反正就是公參考啦 那小時候我媽媽就跟我講說 她有去也是媽媽嘛 年紀大媽媽都比較相信算命 就跟我算說 這個我以後嫁得出去 嫁不出去 或幹嘛幹嘛的 妳算 是 什麼 小姨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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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真的很邪門 我真的從她一直跟我講說 小姨蜜之後 我交男朋友都是結婚的 沒有 我的時候她還沒有結婚 就是這樣子 就是不了了事 結果她跟其他幾個人都不是 妳到底有幾個 這個可能要交兩期 反正真的 開玩笑 現在交男朋友交都是行情 真的 妳兩個都訓掉了 妳只有三個 不是 也不在想 我只有一個 結婚就固定乖乖的那一個就好了 像我們不結婚 就是享受生活 應該的 可是為什麼妳碰到都是 不知道 就是很不巧 就剛好每次都這樣 沒有 妳要交往的時候 妳有沒有先告訴自己 就是說這樣 我不行 我不能再找到一個 我就這樣想 就是好死不死 看對眼的都是結婚的 散發出來的可能就吸引到 我連看都不想看 只要大家做哥們就好了 可是妳自己也可以自製就說 結婚了 我不要 偏不要 我不跟命運低的 妳可能也很難控制的 妳不是已經愛上了 也不是 反正 我覺得好像很多事情 就冥冥之中好像就是 我覺得就那個準而已 其他都沒有一個準的 其他妳有算到不準的嗎 就生意還沒有滿準的嗎 對 就那個還滿準 到目前為止 就真的這樣子 目前為止妳還在當一個生意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像 因為他 是小嗶嗶 他當單身的來報名 小嗶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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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嗶小嗶 小嗶小嗶 小嗶子 真的耶 沒有啦 老師也是順我 好像就是我也是就是不用擔心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是跟那個方文姐一樣 就是順便去順 算命的 對 她那些朋友去就對了 可是剛剛有幾個老師都一直說 就是講的東西是一樣的 比如說她說我大概36歲才會成家 你今天現在幾歲 我現在33歲 還有三年 就對了 可是我不知道 我該不該跟命運那種對抗 現在就結婚沒辦法 順其自然 可是我也想現在結婚 可是緣分一直迷到 小甜甜一直在等妳 他們會這樣比妳幫妳 妳跟小甜甜真的很合胃 妳們就一直又推給馬國畢小甜甜 是高三豐的 對啊 我就覺得奇怪 她到底跟誰 她們比較適合嘛 對 所以妳這一點 妳也想跟她對抗就對了 有一點 就一直想結婚 可是一直沒有找到 就是適合的緣分 那妳覺得現在這個不適合 也不錯 也不錯 時候未到 那妳有算到什麼不準的嗎 覺得很離譜的 噗嚨的 有啊 就是我到台中去玩 那人家又是跟朋友出去玩 一逛逛逛 路邊呢 就有擺那個什麼 很多小鳥是不是 鳥話對不對 她就隨便坐她一隻小鳥來抽 我說有沒有搞錯 妳一個人的命 怎麼會靠一隻鳥來 決定 對 來決定呢 她講的完全不準 就講不準 講什麼 所以妳如果找 她意思是說妳如果找婚的話 妳就會離婚 我想 全世界只好是不婚的 這講什麼東西 她說妳都晚婚的話呢 就一定會 妳會結兩次婚 三次婚 她就講一些就很奇奇怪怪的 妳這樣講一輩子也不用結婚 我也不早婚 我是自然 可是她本來就不愛結婚 我本來就不結婚的 所以我就聽她這樣講 我說好 老師不用講了 我知道後面的我都自己都會講了 妳到現在為止還是堅持就是不婚 我堅持 萬一有一個條件真的是非常好 妳也非常喜歡 她跟妳求婚 那就在一起開心就好 如果她想要結婚呢 家人也希望她結婚呢 會 沒試過 但是我覺得也不要 先講清楚 交往前都先講清楚 妳不婚的原因是因為什麼 第一個怕離婚 第二個我覺得離婚之後 還要找人家來 沒有 我們都很方便 妳隨時Call我 我們就去當證人 對 我覺得離婚 其實一般的原因是我不相信男人 我覺得靠人不如靠自己 男人 而且男人都很自私 對 真的 其實結婚 我們都可以做啊 結婚也不一定是要靠男人 是 沒有錯啊 可是男人就認為說 妳當然到底要找妳小女人 不然我如果 我比男人強的話 那我要靠妳幹嘛呢 其實我覺得結婚要認定 比如說男生要認定 就是說妳跟妳娶的這個女人 妳就是要養她 要照顧她一輩子 那女人就要認定男人 就說我要為妳洗手做跟湯 要做家事 要認定 那如果兩個人 沒有辦法在這方面認定 我為什麼就要刺 我賺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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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妳刺 就會心裡就不舒服 女人也就說我是千金大小姐 我嫁給妳 我要做家事 我要帶小孩變黃臉婆 就不願意 其實夫妻之間就是心甘情願 但是如果要講條件的話 我覺得那種感覺已經不對了 妳根本不用擔心 以妳的姿色跟妳的條件 妳根本不用擔心 因為妳一看就是袖色可餐 妳也不一定要生小孩 每個都覺得我在演戲的 好像都不是真心的 會這樣子 沒有我們的職業的關係 都是職業的關係 對 可是妳可以盡量找那種 沒有公公婆婆的壓力的 對不對 我媽也這樣講 妳找那種死了爸死了媽的 就好了 我說妳不要了 怎麼在見面就見面 不然就找一個快死的 妳的年紀很大咧 怎麼用啊 怎麼可能在講 開玩笑 妳家的父母是不是快壞 妳家的父母是不是快壞 妳搞壞 不要開玩笑的 我覺得她是享受生活比較好 搞不好妳離了婚 有小孩了 妳就也不用生小孩的壓力 又沒有公公婆婆 妳就很棒了 就可以結婚 那開心就好 為什麼要結婚 對不對 就包括妳剛剛講說 妳也曾經就是說事業滿低潮的 對 也會有 但是因為我的心態不一樣 我不是這麼的積極 就是說我覺得 有 我們多吃一點 沒有的話呢 我們少吃一點 我是一個能屈能伸的 我覺得開心最重要 那妳有沒有因為這樣子 然後積極的去找帥命 是花了很多錢 沒有 那個是我這一輩子花最多錢 是因為我爸爸 大概我18歲他就過世了 我一直覺得 我沒有見到他最後一面 因為他是這樣睡覺睡覺 就這樣過去了這樣子 對 我連他最後一面都沒看到 今天晚上還坐在他腿上 開開心心的隔天 爸爸住醫院 好吧 那我下課再去看他 下課之後爸爸 就這樣睡睡睡就過去了 對 所以我最遺憾 就是沒有見到爸爸 對 然後呢 就是 N年後就是有朋友 因為有些朋友 身邊的朋友 定很多人都很相信算命的 他們就跟我講說 妳不要試試看 妳說妳很遺憾 說妳沒有見過妳爸爸的最後一面 妳會不會認為說 妳爸爸有什麼事情 沒有心願 沒告訴妳的 我倒是覺得說 好 試試看好了 他們都說那麼靈 我就跟著去 然後就在南部的某一個地方 不是觀洛英 應該是靈媒 我不懂 那反正就去 他就跟我講說 就告訴我說 我可以請妳爸爸過來 他說反正我不知道他怎麼做法的 就是觀洛英 請妳爸爸來 可是他幫我跟 就是他幫我講傳話就對了 好像類似堪蒙 好像類似這樣子 對 然後我也不知道是用什麼 那講的呢 因為小時候印象 真的沒有什麼印象 18歲我爸爸就過世了 反正就講一些 就是很籠統的事情 就這樣待一下子 他說時間到了 走了 8萬多塊 8萬多塊 這個很厲害 哇 妳說 這個你到美國還要貴 妳沒有先問價錢 妳就先做 我沒有啊 我想說這個東西 老師 這個東西 不會貴那麼離譜 不會那麼離譜 8千就不得了 對啊 花花多塊 妳給錢 10幾年前 那為什麼他算妳的生辰八字 妳給不給錢 妳都不給錢 妳又怕亂七八糟 麻煩你知道嗎 好 就乖乖去領錢給了他 下次有什麼問題再找我 謝謝 他也沒有聯絡了 結果那次給我的感覺 那時候妳那麼小 就可以領8萬多塊 對啊 8萬 那妳說這種事情就是 我們會覺得說 好啦 沒關係 花錢消災 那些老師像他這樣子 真的需要費用到8萬 還是要被騙 我是被騙對不對 應該是 他說要燒很多金錢給我爸爸 我爸爸這邊很辛苦 那一般的費用大概是多少錢 其實這個是看地方 因為有些地方他可能就是 比如說妳報名費 他可能收1千塊 還有報名費啊 對 但如果有引上來的話 他才另外給妳收其他的錢 那我爸聽說 妳有去泰國拜過白龍王 有 準不準 我覺得 怎麼說 我覺得他跟我講第一句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準 他看到我 他就用他法器打我的頭 他說 妳不要再買鞋了 妳鞋買太多了 妳是烏公是不是 所以妳買鞋 沒有 沒有 因為那一年剛好工作很多 都需要買鞋 因為妳說 我們如果主持或是拍戲 衣服也許可以用戒的 但是鞋子一定是 妳在那裡買鞋 我今天是找妳順命 妳管我買鞋買的 我就表示他算得準 如果他就愛買鞋的話 鞋是怎麼樣才算多 他說妳不要買太多 他說妳買了三四十雙 我真的買三四十雙鞋 就那一年 他說我買太多了 對 那我就覺得真的很 三四十雙 方文杰可能三四千雙 沒有啦 我怎麼說 我只是比較喜心厭舊 買了之後我就可能看在那邊 可能招牌都沒拿掉這樣子 我就擺在那邊 可是我鞋箱都還是不夠了 其實女孩子一年買這樣子鞋 我就說我不能沒買 因為我要工作 我需要鞋子 他說我就叫妳不要再買鞋了 妳這樣買鞋對妳不好 我就回去 後來我回來之後呢 我沒有問他為什麼 就是怎麼樣不好 我回來之後我就真的沒買鞋 結果節目停了 蛤 真的 我也不曉得 鞋子跟節目是有什麼關係 沒有啦 其實大發應該就是想說 柳凱峰妳現在要趕快 不能再買鞋子 因為回去節目會被停 妳沒有投入 所以妳沒有錢買鞋了 賺錢白鞋 逼白鞋 白鞋 白鞋費多少 原來他當我節目題 是叫我不要買鞋的意思 所以妳的 他就告訴妳節目快停了 妳在買鞋沒用 用不到 好像也是這樣 是不是 那就準嗎 好壞喔 很壞 她不是說十個只準一個 對不對 我覺得節目題我就覺得不準了 妳還有沒有碰到 我問到比較懸的一點的 比較懸 就是剛剛那個方文姐提到 那個什麼被騙的 我有一個朋友 他說他要去展那個桃花 因為他先生 他本來要結婚了 展那個爛桃花 對 就他先生 可能有外遇還是怎麼樣 但是他相信他未婚夫 是對他很好的 結果那個人就跟他講說 那妳要買展桃花的箭 桃花箭 就跟他要了三四萬塊 結果買了一把箭之後呢 他又 他還打電話給我那個朋友說 快點來喔 那個線 一定要妳自己親自來剪斷 因為那個女的又來找妳先生 他就覺得很緊張 結果他又來了 結果又花了兩三萬塊 結果後來最後他又跟他要錢 就沒有再去了 到底零不零 當然不零吧 他要買那些有的沒的箭 對啊 比剪財還貴 誰打賣 剪了兩三萬塊 還要自己付錢 其實他現在現場是講兩萬錢 還沒那麼高 那把借給我做幾百塊錢 對不對 因為有一個老師告訴我說 你親近接很多次婚的 我說什麼意思 我沒有 他說妳只要交一個男朋友 有關係就是一次婚 有老相這麼說是不是 沒有啦 但姐姐還得了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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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